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頭條 今天又拍大包為大家報導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這幾天就會有週中的英超賽事 在這一回合的英超賽事裏面 一場強強推碰 車路士迎戰阿仕奴在士丹福橋的主場 長波以2比2握手然和 但其實長波的確有很多精彩的地方 值得和大家一起討論 另外兩位主帥在長波完結之後 雖然長波已經和了 但兩位主帥的反應剛剛是非常不同的 我們看看Guardian如何報導這場球 阿仙奴主帥阿迪達說 我們如果將所有事情去到最盡 付出我們的所有 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 車路士、主場 林巴特、主帥 他們如果不能夠做一些正確的事情 做得好的話 有人可以代替他們做的 兩位主帥被人引起了這段對話 阿仙奴主帥阿迪達非常開心 他們可以連續兩次在落後之下 可以追回一球 結果在車路士這場球 就取回一分 其實在賽事的大約是30分鐘左右 但是路易斯 即是車路士的球員 倒過了 現在代表阿仙奴上陣 就拿了一張紅牌 車路士不能夠利用了這個優勢 去拿到全取三分 就令到林巴特非常之憤怒 一個非常經典的入球 這個阿仙奴的Martinelli 就把握了車路士的角球 是車路士的角球 他們解圍後 就抗奔 差不多奔了全場 就進入一球 而第二球追平 阿仙奴追平的球 就是比勒年 大約是禁區K角位的軟蛇 那時候也是球賽的最後幾分鐘 令到他們2比2打和了車路士 所以來說 車路士現在仍然站在第四位 但是後面一直追上來的其他球隊 就已經追得越來越近了 另外還有一件事 更加令人擔心的就是 他們的射手Tammy Abraham的受傷 因為他的腳跟 是有一些受傷的 在最後比勒年 剛剛說到最後入球之前 Tammy Abraham的射手 腳跟有點受傷 另外大衛路爾斯 就是當他這次倒戈對著車路士 就拿了一張紅牌 結果令到阿仙奴有60分鐘的時間 都是十人應戰的 那麼長球來說 一開始去到第一球入球 就是佐真奴 用12碼 一個12碼 令到車路士領先 但是其實這球球 就是大衛路爾斯 侵犯Tammy Abraham而犯規 但是其實 事緣就是梅史達菲 就把球球傳後 就被Tammy Abraham截了 那麼 大衛路爾斯 在武漢之中的辦法 就是撞下了他 也拿了紅牌 也遭盤佛十二碼 這樣 那麼阿迪達 就在這件事上 他就這麼說 那個精神 那個性格 那個打不死的精神 還有這個領袖的能力 全部存在 當你的隊友 做了一個好錯的決定 有人就要挺身而出 就算要拿一張紅牌 都是要幫他修補他的錯誤 那麼這件事呢 就是他看到 這個十二碼的紅牌 發生的情景 所以就是這樣的意思 他就說大衛路爾斯 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當他看到他的隊友犯錯的話 他是願意承擔 幫他補獲 甚至乎 用了一個超技術的辦法 都在所不遲 那麼他正正就是阿迪達所說 如果你將 你付出所有的事情 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 那麼阿迪達接手了阿仙奴之後 其實都算是不錯的成績 那麼他也都再一次 就是為這個大衛路爾斯 去辯護 他就說 這場是一場非常之特別的球賽 對於他來說 他一定是很失望的 被紅牌幹出場 但是呢 他應該呢 就為他的隊友而驕傲 因為呢 他們最後追回和 那麼我們就會接受這個決定 OK 相反 在車路士那邊 林伯特就說 他就不太肯定 他們的射手 Tammy Abraham 那個腳踏受傷 究竟 會有多嚴重 但是呢 他仍然都堅持 車路士呢 是有足夠的射手的能力 去頂住先的 即是就算 Abraham受傷的話 但是呢 他就對於 車路士呢 是不能夠 把握著 他們的隊長 把阿斯帕利古達呢 84分鐘 射入2比1領先 而最後幾分鐘呢 不能夠頂住 這個優勢去拿 全嘴3分 他就真的覺得 是很有問題 那麼呢 他就說呢 特別說到呢 他們的龍門 Kappa Arizabaliga 不能夠呢 最後擋出 比拉年那球 入球 那麼 那個射門 就比較上 都不是說很強勁 但是呢 Kappa仔呢 就是 因為那球是有點彈地的 老實說 你問我就 我也有看回那球 那球球的入球 那麼他就說呢 就對他有些微弦了 OK 那麼他 林伯達就這麼說的 我知道 就是那一刻呢 就個個都是 就是那個focus 就是在他那裡 就是那個集中力 就在他那裡 這個是一個頂級的足球 那麼其實呢 他就是 他講的 比拉年 他這樣的腳法呢 大家都知道的了 但是 其實呢 其實呢 Kappa仔落地那一刻呢 就太久了 其實呢 不是 sorry 他說錯了 他的意思是 比拉年 保持球都很久了 久了呢 差不多就脫腳了 誰知道呢 這個時候呢 就改變了球賽的動能 那麼他就說 其實呢 大家就會 怎麼看我們呢 怎麼看我們 當我們面對一些 就是疫情的時候呢 你是怎麼做的 那麼他不是 就是 唯一一個的 我們呢 就在第四位置 看上去呢 就好像很好的 但是呢 我們很清楚知道 我們今季呢 起碼 起碼 可以好用地 拿到多十分的 那麼 另外呢 Martinelli 就是這個阿仙奴的 新進射手呢 就 把握了車路士的一球 角球 之後一個反擊 那麼 林伯特也有說 這一球 他說 我們呢 很清楚呢 我們呢 在角球的時候呢 我們在禁區邊呢 那個 設定是怎樣的 當我們有角球的時候 但是 如果 我們練幾多都沒有用的 如果那些球員呢 在這個球場上高 的表現 比起我們練習的時候 做錯事 或者做得不夠好呢 這個呢 就絕對是不能夠原諒的 如果任何球員 做不到他們 應該要做到的 我們是 絕對有 其他球員 可以代替到他 這句呢 也是 剛才一開始 Guardian 引述了 林伯特 他說的 證據 可以叫做 OK 好了 那麼 大致上 就說了 兩位領隊 對這一場球的 不同的反應 那麼 Daily Star 也都 概括了一些球迷的反應 那麼主要來說 就是阿仙奴的球迷 更加突出 就是一位阿仙奴的 叫做什麼 很出名的球迷 Piers Morgan 英國那邊的一位名嘴 那麼他呢 也都對於 阿仙奴這一場球 雖然是2比2 你看到阿迪達就很滿意了 但是呢 有不少阿仙奴的球迷 包括這位Piers Morgan 就對於他們的其中一位首位 是很有意見的 那麼大家猜一下 但是他們對 那位有意見的首位 是哪位呢 是不是拿紅牌的 大衛奴的意思呢 事實上就並不是 因為呢 球迷都很清楚 究竟那球球 犯錯的球員是哪位 就是梅史達菲 那麼我們看看 那些球迷怎麼說他 那麼首先 Piers Morgan 是名嘴來的 那麼他當然要在Twitter 那裏出一篇 出一個短句 他說 Yet another Mustafi Fiasco Sell him tonight 意思是什麼呢 又來一宗 經典的梅史達菲 糟糕 糟糕 買它吧 今晚就好買了 然後 有一位阿仙奴的球迷 就回應他了 大家可不可以 講到一個 阿仙奴有史以來 最差的中堅 我真的不知道 說不到了 不懂得說了 另一位球迷又再回覆了 沒有人會買梅史達菲的 真的實在太過痛楚了 另一位球迷答得再妙 他說 我們買不到他的 送給人也沒有人要 另外 第四位球迷再回覆了 梅史達菲 只會讓阿仙套沉淪 直至阿仙套可以 不再給他出場 以及放走他 大家都看到 球迷的眼光 都是數量的 雖然阿仙套沒有說 但阿仙套 就挺身而出 幫大衛路易斯說話 其實暗解 也就是說 犯錯的球員 不是他 沒辦法 球迷一定會比較尖銳 因為很多東西是太過明顯 但事實上就是這樣 這場球 英超的一場強強推崩 謝老師和阿仙奴 握手而磨 以2比2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